请听第六集 郑庄小霸 圣周王 圣系了周朝清师的职位 却推说国事繁忙并不去周朝辅政 周平王对他十分恼怒 打算废掉他的周朝清师职位 郑庄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即动身来到周朝国都 洛邑觐见周平王 郑国勿生拜见天子陛下 远陛下鸿福齐天 免礼谢陛下 郑伯啊 有大事秉奏 臣郑国勿生蒙天子圣恩 继先父之职 秉领朝政 臣不学无术 师位素参 秉正多年毫无见术 哎 致使天下诸侯纷壤争战 周世世卑 臣幽赴天子隆恩 今日特来拜还清室爵位 远陛下恩准勿生退就翻封 安居郑国 以首为臣之节 这 哎呀 郑国呀 有日子不到京城了 寡人心中十分想念哪 今日相见 正所谓如鱼得水呀 咱们说这些话呢 给寡人传令下去 为郑国白酒接风 是 陛下不可 陛下恩宠太过 是要献物生于不义的 哎 郑伯祖上 对大洲王朝有恩呢 应该一礼相待嘛 陛下 知我者体谅我的苦衷 不知我者 一定会以为 我是无礼的 哎 知道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 陛下 陈国中前些时候 颇不安宁 你必断 篡权争味 眼下 国事草草料理 我便心夜赶赴京城了 一路上听人传说 陛下打算另选大臣府政 臣愿让位于闲人 往陛下恩准 这 这这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啊 呃 郑国国中发生的事 寡人 已有耳闻 如今 郑伯平定了那一乱 迎归将士 就该入读秉政了吗 什么另选扶政 取代郑伯 是道庭除说 不足为凭 郑伯啊 不必多疑嘛 陛下 嗯 陛下说的秉政 秉的是周政 周天子之政 并不是臣义家之政 啊 用人的权柄 操在陛下手着 如另有贤臣 才堪重任 臣 礼当地位 这是为周朝的江山设计着想的呀 不然的话 臣子们一定以为 物生贪图权势 排挤贤人 阻塞沿路 与周朝的江山设计 是大不利 万望陛下 明察 你们郑家父子 都是周朝的功臣 先后秉征四十余年 建立了很大的功军嘛 寡人与你君富融洽 与你更是如交似漆啊 实在不想有片刻的分开 不料你今日净生疑心 看来寡人是有口难辩了 陛下 不是物生多余 物生还政之心 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 只是 没有得到机会而已 现在陛下喜得贤财 正好了却我多年的宿愿 陛下 物生耿耿此心 天日刻表啊 郑伯对寡人疑心 寡人也无法自明了 这样吧 寡人就命太子 随你去镇国作为人质 郑伯 你看如何呀 陛下 从政还是霸政 就是臣下应尽的天职 哪里有因此而让太子为臣下 做人质的道理 行不得 断断行不得 不这样做 寡人不足以取信于郑伯呀 陛下 一旦把太子作为人质留在郑伯 天下人都会以为是物生在要挟天子 诶诶 物生就真的罪该万死了 哪里是什么要挟呀 寡人让太子去那儿做人质 固然是要免去你郑伯的疑心 这只是七一 还有七二呢 七二又是什么 你治国有方 寡人想让太子去郑国 官方学政 增长见识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陛下 你再不应允 那就是寡人得罪你了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嘛 陛下 物生 实难从命 这倒真是件难事了 寡人不让太子到你郑国做人质 无法免去你的疑心 如果真让太子去郑国做人质 又觉得有爱于君臣的名分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干脆 我们君臣互换人质 既免去你的疑心 又不影响我们君臣的名分 这样 我们君臣 必定更加和谐融洽 胜似 鱼髓交期啊 既然陛下一心要这样做 物生 不敢不凑 陛下 臣当选择时日 将侍子胡尔送来京城 好 寡人随后 也讲太子胡尔 送往新镇 好 宁忠谷 开酒宴 一个帝王和一个臣子 交换人质 足渐周朝衰落 诸侯崛起 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公元前七百二十年 周平王寿终去世 入治于政的太子胡 在奔桑途中也病死了 太孙 太孙 接替王位 视为周桓王 这周桓王对郑庄公恨之入骨 觉得与一个臣子交换人 这是堂堂周天子的耻辱 决定立即免去郑庄公的 辅政亲师的职位 这一天他派人去宣来郑庄公 郑伯 臣在 你是老臣了 如今年事已高 寡人不敢委屈尊驾 再在臣辽之中 你就回郑国安居养老 敬享天伦之乐吧 是要让我不再担任青氏的职务 正是 臣 早当谢职还政 金蒙谦恩 如此 我就拜死了 那你就走好了 不过 陛下 有句话 我还得说 吴生今年才四十岁 比起先天子谢氏的时候 还差二十多岁 吴生 还不算老 是吗 郑庄公怒气冲冲的回到新正宫中 他手下的大夫 盈考书 子都 寨族 等听到消息 全都赶来 围绕着这件事 激烈的 辩论起来 兴兵攻打周王吧 以臣犯君 鸣声不好听 不打吧 又难言这口气 大夫寨族想出了个主意 干脆带兵 闯进周王朝境内 只一夜之间 周王朝温落草原上和 成州郊外的麦子 就全被郑国士兵割去一空 周还王听到报告后 在宫中气得说不出话来 想立即兴兵问罪 但考虑到郑国兵强将勇 又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 正好宋国国王与公子冯争立 而郑国却接纳了公子冯 宋国便联合 魏鲁陈蔡等国 一起攻打郑国 周还王听到消息后 心中暗息 觉得这五国联兵 达郑国为他出了一口气 可在他的笑脸 还没有全舒展开来的时候 就又接到表纵 说五国联兵在郑庄公的威逼利用下 分崩离析了 周还王正在为郑庄小霸担心时 郑庄公 是到京城找他来了 郑伯 你来有大事禀报 是陛下 勿声来向陛下 讨个公道 什么公道 宋公无端究极 魏鲁陈蔡四国 禁犯我国 我当是什么公道 你 你不是已经打败他们了吗 我倚仗陛下前卫 把五国联兵打退了 只是宋公无端起信 有废周礼呀 陛下既为天下共主 你应对宋公治罪 以警效尤 哈哈哈哈 有一事 寡人倒想问你 今年郑国的收成 怎么样啊 啊 郑国的收成 啊 托陛下红府 风调雨顺 五谷奉登 这就好了 看来今年周王朝 温落的麦子 成州郊外的骨子 哈哈 可以留给自己实用了 不过 陛下如果不够实用 只管到新郑来 京城离新郑 不过几百里地 吴生一定打开领仓 任陛下取用 不必了 寡人温落的麦子 多的是 那好 那以前的借账 也就清了 好吧 你还有事吗 吴生 向陛下奉上 配玉一对 白帝一双 远陛下 秉公执法 心如白帝经营 致比配玉更坚 好 寡人收下了 按照周礼 诸侯朝见 天子也该有馈赠 这样吧 寡人就送郑伯 拾车麦子 什么 送我麦子 是啊 今后郑伯 若逢兄年灾荒 就不必让士族 当农夫 割麦子了 那我就拜谢陛下 不过 陛下可曾知道 古仙人说过 王者以民为天 民以食为天 这就是说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粮食是百姓的根本 这麦子可是好东西啊 远古时候 神农士从遍地狗尾草之中挑选出五谷来 又制造了农具 教百姓务农 还有我们今天这宝中之宝的粮食 五神多谢陛下 有了陛下 这石车麦子 什么凶年灾荒 郑国都不畏惧了 什么宋公如侯 郑国也可以对 五神今日 向陛下讨取公道 这石车麦子 就是石车公道 多谢陛下 我走了 仇 实在仇 郑庄公气冲冲地回到管事 正在和债族商议时 周公黑奸 为了弥补周桓王这种羞辱诸侯的过失 也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特地送来两车绸断 郑庄公客气一番收下了 也回赠了佩玉一对白帝雨霜 周公黑奸不肯收 郑庄公坚持让他收下了 郑庄公黑奸走后 郑庄公和大夫债族商议起来 这个周天子太可恨了 竟敢这样羞辱我 这石车麦子看来是断断不能接受的 该受 怎么 你让我真的带着石车麦子回郑国去 诸侯所以看中我们郑国 是因为郑伯世代是周朝清室 在天子左右秉立朝政 天子所赐不论厚伯总是天恩 国君若辞而不受 分明与周王朝积怨了 郑国一旦失去周天子的旗号 天下诸侯就不会看中郑国了 再说 国君在大殿上侃侃而谈 那一番言辞 掷地有声 言犹在耳 怎么可以收回呢 可带着这石车麦子回去 也太让国人笑话了 微臣倒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国君不是对周天子说过 有了石车麦子 什么凶言栽荒 宋公卤侯 都可以对付了吗 哎呀 我那样说 当时也只是图个痛快 石车麦子 同宋公卤侯 能有什么关系 不不不 国君正是说出了一条妙计 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 妙计 还一箭双雕 怎么讲 你说说 周天子送的这石车麦子 我们干脆就用周公黑奸送来的绸缎遮盖住 然后在车子上插上两面旗子 一书天子亲赐 一书奉天讨罪 再插上弓箭兵器 让士兵前面开路 后面殿后 浩浩荡荡行进着 一路上就说连着弓箭也是天子赐的 是因为宋国不向朝廷纳贡 天子叫郑伯带兵讨伐宋国的 这样既为国君挽回了面子 又有了讨伐宋国的油头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只是如果周天子知道了 就 就木已成周了 好好啊 债族呀债族 你这谋事 可真是天下无双啊 就这样 郑庄公假传圣直率兵开始攻打宋国 消息传到洛义宫中 周桓王气得在宫中直转圈 恨得咬牙切齿 他立即召集陈国蔡国魏国的兵马 自己亲自率领着浩浩荡荡杀下郑公 郑庄公 不想与天子对抗 但兵临城下 只得应战 在辽阔的郑国园野上 周桓王带来的军队 与郑国军队拼杀起来 不久 周军大败 留下了无数尸体 连周天子也中了一件 真正是狼狈主堪 郑庄公 将以竟取胜便下令 明金收兵 众大夫不解其意 子都更是莫名其妙 收兵 谁叫收兵的 我叫明金收兵的 国军 我已经一箭射中周天子的肩膀 为了他假咒兼顾 要不然 早就一命呜呼了 射得好 射得正是地方 周天子是再也挑不起天下这副担子了 是啊 如今周天子已经丧魂落魄 我们就该乘胜追击 生擒活捉 怎么办到明金收兵了呢 要收兵 还有 军中也出了反贼 反贼 谁是反贼 本来周天子已被我军团团围住 插翅南飞 谁想到竟让他给溜掉了呢 原来我们军中有人撤围 放走了他 哦 是谁撤围 放走了周天子 是我 银考树 银考树 我感谢你呀 什么 你 你还感谢他 一介无福你懂什么 这次是天子昏溃 以怨报德 我今日迎战 实属万不得已 借各位的力量 能保得郑国无事 心愿已足 怎敢还有奢望 依你所说 果真将天子生情活捉 又该如何发落呢 轻好天子 万一丧命寡人落得个弑君罪名 郑国可就真要灭国了 郑国今所言极事 如今我国兵威以利 周天子必定位居 国君正该派遣使者前去问安 送些牛羊前去劳君 定向天子解释 射中天子 实物上 不是出自国君本来心意 谁能当此重任呢 我看 还是你 债大福 也真是的 下油锅的事 就只有我 债大福了 你皮厚煮不烂哪 哈哈哈哈 南荒无地下上舟 君情惩罚恼春秋 龙正湖都烟雨云过 血腥风万民愁 哦万民愁 被清千湖已经已好 海中南荒都烟雨云过 天不三岗日 复悲宪水影 听说不服我千秋